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三场导师之间对决当中最精彩刺激紧张的比赛 过程相当富有戏剧性 可谓是一波三折 最终 谢霆锋战队以4比3显胜李健战队 获得了今年好声音最强导师战队的称号 在这一场导师之间的巅峰对决中 出现了一局相当精彩 难分伯仲的比赛 而且也是最有争议性和相当诡异的比赛 这就是第二轮由李健导师战队中的高瑞 对阵谢霆锋导师战队中的傅信尧的比赛 在这一局里面 傅信尧率先出场 演唱了一首莫文蔚的爱 傅信尧的声音非常有质感 很有辨识度 他那独特的唱腔很快就把观众带入到了歌曲的情感世界里 整体上来说 傅信尧对这首歌曲的完成度还是蛮高的 但是对于这首歌曲的情绪把握之上 感觉傅信尧的演唱并没有他上一场那么好 有些太过于注重演唱技巧和声音控制了 接下来高瑞演唱了一首相对于小众且小伙的歌曲 《世界上不存在的歌》 说真的 高瑞这次的演唱 个人认为演绎的相当到尾 对于歌曲想要表达的情感 高瑞用自己的理解 通过干净透亮的声音 非常准确的诠释了低音琴唱这个词的含义 特别是大提琴的加入 给这首歌的情感处理增色不少 只是很可惜的是 高瑞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 居然把其中一只歌词给唱错了 但是如果不是演唱完毕之后 李建导师的提出 作为观众的我们其实是很难听出来的 在导师给傅信尧和高瑞点评的时候 李建导师第一句话就说 高瑞给唱错词了 随后高瑞非常愧疚的说呀 我很对不起李建老师 我这几天都很努力的去记歌词 结果还是出现了差错 而且唱错了这句歌词 恰恰是歌中最美的一句歌词 我真的对不起这首歌 也对不起我自己 李建导师听之后呢 用非常幽默的语气说 哎 没关系 其实唱错词呢 是很多歌谈巨星的毛病和习惯 你也唱这首歌 虽然叫做世界上不存在的歌 但经过你这样演唱 这首歌就彻底存在了 更有意思的是 主持人华少马上来了一句神补道 说 哎 没事 在好声音的舞台上 除了广告词不能错 其他的错了也不要紧啊 不过在随后的投票的时候 出现了非常诡异的一幕 前面五排的评审投票完毕之后 高瑞还是以8票的优势领先复兴啊 也就是说最后一排的评审只要有一票投给高瑞 他就赢定了 按照正常的投票走向 高瑞最后拿到一分是唾手可得的 但是就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 奇迹出现了 最后一排的9位评审居然把全部的票投给了傅信尧 这样傅信尧直接反转 以27比26的一票优势险胜高瑞 硬生生的把高瑞就要到手的胜利给抢到的时候 对于这样的诡异现象和反转 李建导师其实心里也不太理解 反而估计还会有些不服气 但他不能够直说 只好怎么说 说 这个反转是在意料之中吧 但也出乎意料 差一分能够说明很多问题 你只能用这个结果来鞭策自己 说明自己做的还不够好 确实在这一场李建战队与切庭峰战队的对决当中 李建导师的排兵布阵并没有像切庭峰那样的运筹帷幄 所以最终败向了阵来 但是就这一局高瑞和傅信尧的对决大用宗 确实也存在着不少的争议 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说 就是剧本也不敢这样写啊 说话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